其實在我寫的導賞文章裡面 都 announced 其實花是盛開雕姐 傳遞著大自然的四時變化 其實好像跟我們做人一樣 我們會生老病死 會有高低起跌 所以這次我用了沒有色、沒有香味的白癡花 定格了花的印象 讓大家看到花在不同的階段 帶給我們的祝福和美感 當我們看到這陣子聖房的花 它沒有色、沒有香味 只有一個形態 定格了花朵最美麗的時刻 我很想做一朵譚花聖房的時候 可惜它只有一晚就會凋謝 但我看到的時候覺得很美 雖然它躺平了 也不是聖房的時候 但也有一種美感 於是我就做了一朵 實體大小的一朵譚花 但它是丟謝了 我覺得很美 我擺在這裡欣賞了很久 花除了聖房的美態之外 其實在它們丟謝的過程中 也有一種淒美的感覺 其實我最喜歡這朵的 在這朵 雖然它是一個丟謝中的狀態 但是我覺得很美 就是它有些花花向下 有些是巢 巢了之後它就會丟謝 有時候我們欣賞一些美的物件的時候 有時候你會執著了就是 它這個時候是它最揮煌的 但其實不一定的 你用什麼角度去欣賞這件事 最底的這一層 其實自己在過程中 都有很多搖擺不定的想法 花飛花 即是好像 花飛花是名為花 是我們說它是花 究竟它死了之後 是一個什麼呢 我們又不需要給它一個答案 所以最後我剩下了一堆 虛空的瓷沙 那這些沙都是用百瓷來做的 我希望可以把花的四四邊花 用一個展覽去做出來 你隔離啊 你隔離啊 我給了一個小驚喜 本來有很多小花 它重生 不過最後決定不用 我放在這裡 放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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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說 看得到的 看到就看到 放在這裡 好嗎